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免其外省之人 你与那人也必须一刀两端 沈公子 珍重 不就是进宫吗 我陪你 你爱上了一个人 却不能与他长相似说 只是因为他的过去是你的未来 沈公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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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你感觉怎么样了 我得预备 沈公爷 先生 听着了 沈公爷 沈公爷 他还在等我 沈公爷 他还在等我 沈公爷 沈公爷 我只要回去一次 哪怕只是 哪怕只是 哪怕只是告诉他 告诉他 未来的某一天我 我 我一定 一定 尼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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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不厌 若真有夏天字 我不要与你相任 天意如此 你我谁都无法左右 我谁都无法左右 三月上司 冰柳陆福不祥 大鱼晒网 我们怎么说来的 虽然咱们南梦乡礼 不如江都气派 乡亲们也要进服在恶区 密责两日归呀 也没 也没 你没事吧 罗云 罗云 你认识我 你怎么了 怎么哭了 有个人在等我 但我走丢了 那你赶紧去找他呀 我已经找到了 那就好 你都这么惨了 我相信他一定不会怪你的 对了 这个玉佩是你的吗 我在河边捡到的 好好好 我给你就是了 你以后在河边小心一点 别哭了 玉佩已然完成 所以 这果真是最后一次了吗 喜我 望已 杨柳亦 我回来了 三月三 祭菜煮鸡蛋 祭菜能去春温 菜卷子累了吧 好香啊 阿爷 多吃点 补补身子 吃 没有我的时候 他似乎更快乐 我真的有必要出现在他的生命里吗 阿爷 阿石呢 别管他 我们先吃 他又偷偷连剑了 这小畜生 该 饿死他我也不心疼 阿爷 我去看看阿石啊 阿渊 阿爷 你先吃 别怪我了 阿渊 阿渊 快拿着 阿渊 你个笨蛋 怎么每次偷偷连剑都被发现 你看我 一次都没被发现过 阿渊 慢点吃慢点吃 别噎着了 陆石 你这个不懂事的 怎么每次都不听阿爷的话 你忘记阿爹是怎么死的了吗 你要是再犯 我跟阿爷是绝对不会轻饶你的 瞎不为例 不准起来 跪好 阿爷 我刚刚已经说过阿石了 他知道错了 你就让他起来吧 他知道个屁 我已经告诉过这个小子了 要么亲手把这木剑折断 要么就永远给我跪着 阿爷 我没错 我不想放马 我想参军 你 你这小畜生 你是要气死阿爷呀 你给我睁开眼睛好好看看 背面那座山 你爹就是在那座山的后面 战死的 尸骨无存 你难道想顾他的后尘吗 阿石 做个马官有什么不好的 阿爷只求我们一家人 能够平平安安的 你赶紧给阿爷认个错 这件事就过去了 快点 阿石 我想参军有什么错 如果有一天 匾列越过了这座山 打到了南梦湖 那又谁来保卫我们的家乡 谁来保卫我们的大厢 趁到了魂魏九泉那一天 我有何眼便去见我阿爹 你 你 我 阿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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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爷你没事吧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不要气阿爷 阿爷只是担心你成为阿爹那样 可是 可是阿姐你呢 难道你就真的甘心采一辈子君子 然后随便找个人 聊草价了吗 陆小花 花儿 花儿啊 陆小花儿 给本公子出来 陆小花儿 我出去看看 嗯 陆小花儿 陆小花你怎么回事啊 平日里 伺候我的马的时候那么勤快 这会儿带你进城 难得和潘公子一起潇洒潇洒 你 你怎么人不见了呢 公子 今日难得休息 我想和家人待在一块 陆小花儿 你虽然长得像个女人 但你好歹是个男人 男人是不着家的 懂吗 我相信 你难得跟我出去潇洒一回 你阿姐也不会反对的对吧 对吧 阿爷姑娘 对吧 我不去 陆小花儿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你可还记得了 你全家的奴妻 都在我的手上呢 公子公子 您大人有大料 跟我这没长大的阿弟治什么气啊 我知道您平时 对陆时多有关照 我们一家人都很感激您 这君子您收下 虽然对您来说不值几个钱 但是肯定比城里的要新鲜很多 好 你看你解多懂事 多学着点 这次先饶了你 我们走 好 纵然我始终无法改变你的命运 我也要让你有力量 去挣脱一切枷锁 不再任人欺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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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此相思曲是我所做 但尚未完成 你为何会吹奏 若无相思之意 何来相思之去 你是那日湖边的 是我 我叫沈不妍 你跟踪我 你究竟有何企图 我 抱歉姑娘 我所剩的时间恐怕不多了 所以咱们做个交易怎么样 你陪我做三件事 我如实回答你三个问题 姑娘放心 这三件事 既不违背道了 也定是你能做到的 不干 为何 三件事换三问 这比买卖亏大了 那你想怎样 一件事换三问 不干算 我干 我反悔了 一件事三问 外加 五两银子 五两银子 这 等价物件也是可以的 好 说好了啊 做完再给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那我问了 你到底是谁 我叫沈不妍 我知道你叫沈不妍 我是让你自报家门 你自己问的不讲究 怪谁啊 行 算你赢了 那第二问 这首曲子是我所做 你在哪偷听的 什么时候听的 也不能算是偷听吧 是在一个水边的亭子听到的 距今 今为何年 你反问我 外加五两银子 就这么定了 今夕仅平三十年 距今十八年 十八年 沈公子 你这片树呢 还有待长进 我今年方才十八 你说十八年 那不就是我在娘胎 就奏给你听了 我没说十八年前啊 十八年后 说不定呢 算了 算了 你这个人 一句真话都没有 最后一问 你到底要做什么 好好回答 不许骗我 我看你天资聪慧 是快璞玉 所以想教会你些东西 这样 你就不会再被欺负了 你看我这样子 像是会被欺负的吗 对 你那些君子 都是自愿送的 你监视我什么眼 你好好想想吧 是先听听我教你什么 还是继续给人送君子 好的 好的 我姑且看看你有什么能力 你要教我什么呀 你头上有叶子 好 这里视野开阔 辟静清幽 我们开始吧 好 第一刻 好 见卑知著 你看这个 看出了什么 君子呀 对 你再仔细看看 还是君子呀 是 我知道他是君子 我让你透过事物 看本质 银子 你就全当他是银子 那穆尖公子拿了你一箩筐银子 这么理所当然 你发现了什么 那他肯定收了很多人的银子 然后呢 然后 他们家俸禄不多 去那么有钱 还能买得起那么大的宅子 继续 那他为什么还要拿我的君子呢 你现在想的是他对你做的事 压迫你的事 你真正要想的是 该怎么反击 你小点儿事 他爹可是穆坚大人 我们只是平头百姓 而且我弟弟还在他们家做马官 你到时候给我的十两银子 我还要拿去给我弟弟赎身呢 我们怎么斗得过他们呀 景平皇帝例行法制 乡里却毫不知情 看来变法失败是有原因的 什么是法制 法制 就是不管他是谁 只要犯了法 拿出证据 公堂之上就可以定他的罪 那证据又是什么呢 证据 是下一课 是下一课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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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倒每天都很守时啊 你讲的东西我没听过 爱听 当然守时了 是真的爱听还是为了银子 爱听也重要 爱听也重要 攒银子也重要 我都想好了 等我攒够了银子呢 我要给陆时赎身 还要买一架属于自己的空盒 我想问你个问题 你说 如果你知道一个人十日后会死 你会告诉他吗 如果知道这个人十日后会死 我当然不会告诉他呀 因为如果我告诉他了以后 那他剩下的九日得有多痛苦啊 他不会再有心情 去倾听动人的曲子 也不会为春日的花香驻足 更加不会有胃口去吃遍这世间 所有美味的食物 哪怕有再好的事 只要一想到十日后会死 他都不会快乐起来 对吧 所以你今日到底要教我什么 关于法治你学了很多了 关于法治你学了很多了 接下来 要开开眼界了 天下九国 圣国地处东南 北为北列 西为西荣 是圣国的两大危险 这是琉璃谷 所以你看出什么了 你直接告诉我不就好了 干吗还烦问我啊 我要你自己想 以后可没我帮你想 为什么呀 有你在就好了 好好好 你别生气 我想我想就是了嘛 琉璃谷是天险 所以作为入关口的火蜂堡 它是守住琉璃谷的重要城池 你很聪明 继续 还继续 守住琉璃谷 江都才不会沦陷 对吧 这是什么呀 作法 她的意思是没错 没错 还有很多意思 比如好 没问题 相信我 我们圣国倒是没有这种手势 不够我学会了 相信我 让开让开 让开 安石啊 这两天天天天找街口往我这赶 猫不是在等什么呀 郭伯伯 我没有我听爷的话我没有去 不认 陆石啊 你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还以为你在这等哪位姑娘呢 郭伯伯 你放开我 放开 跑啊 快跑啊 干嘛 你不看看人家是谁 怎么回事 这个女孩子是谁啊 老孙头的闺女啊 就是个用奸大人运码的 那个老孙头 放开我 别看了 别看了 抓不去 你说 她怎么惹上这个灰石魔王的 这不是马上要和北列开战吗 听说他爹养马不善 驱马死了一大批 尚罪伏众狼 你爹犯了罪 就给我做戏赔债 我爹是无辜的 你才是犯了罪的坏蛋 快说这 小贱人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 谁才是主子 别去别去 咱惹不及 看我打断你的腿 我 松手 陆小花 你不在南梦湖缠马粪 跑这儿炼香心语来了 完了 完了 看看啊 一表人才吧 我们家奴才 公子 你不能打人 凭什么不能打人 你一个奴才 该管主子的事 我告诉你 在这个地界 我就是天翁老子 我杀人我都有理 收拾完他得收拾你 承开 我 我 公 商 绝 清绝 止 雨 变功 每一个错音和错音之间的间隔 都指向了诗经的某一个位置 嗯 这样你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传递消息了 那我岂不是要把整个诗经背的滚瓜烂熟啊 当然了 可这些东西对我又没有什么用 等你用到的时候就晚了 秦风无依 第三十二字 诗 可以吃饭了 大考虞 快背 快背 别咳了 别咳了 快快快 喝点梨汤 谢谢 我来 你这咳嗽老不好 多半是因为每天讲话太多了 上次咱们说到射手座了吗 射手座 你是不是该学点武艺防身啊 这个我可教不了啊 那你可想瞧我了 好 来 快撤 可以啊 你阿爷不是不让你和陆石习武吗 我阿爷只是怕我和阿石不阿爹的后尘 但是我和阿石知道 如果阿爹还在世 他肯定会支持我们的 我已经没什么能教你的了 还剩最后一课 最后一课 阿云 阿云 不好了 阿石他出事了 阿云 阿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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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大人 你放了他吧 你们别打了 别打了 公子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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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恕无罪啊 阿爷 公子爷 我家小畜生不懂事 你这小畜生 还不快起来 给公子爷刻图认错 阿爷 我没错 错的是他 他横行霸道 瞧瞧民女 是可杀 不可辱 跪下 跪下 骆小花 是我们周见 对你们这些奴才太好了 是吧 今天我就告诉告诉你 什么叫做奴婢贱人 绿婢畜产 把他推给我打断 住手 你们这是干什么 你是谁啊 这位大人是 这位大人是 我爹是本州穆监 原来是穆监小公子 这位军爷有何指教啊 你们谁是陆石啊 你谁是 他怎么了 陆石骑射优异 现已被编入预备军 根据紧急募兵令 现在朝廷要为他赎身 这是杰度使大人的签批 混小子 你真去应征了 这位军爷 阿爷 对不起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 重当阿爹的旧证 可是阿爹死不是因为参军 而是因为这世道 若这世道不变 总会有人无端受迫害 我要参军 我要当上大将军 我要改变这世道 陆小花 就凭你 还想当上大将军 改变世道 我呸 不就是个预备军吗 连前线都上不了 这位军爷 这陆石啊 作为一个奴才 他不忠于主子 又怎么会忠于将帅呢 这 这凭证啊 我就大概扣起了 凭什么大奥东西 凭什么 就凭你是奴 我是主 我不答应 谁敢带你床给我 这是因我而起 我跟你走 你别难为他 姑娘 晚了 你们这些人 都是卑贱的神奴 不 阿爺 你也进来 不许打我阿爺 我今天就送你们上路 别打我阿爺 周公子 等等周公子 阿云 我来 阿爺 公子 何必这么心急啊 你又是何人啊 敢管本公子的事 他们与我无关 我是好心来劝公子 莫为一时之快 误了大事 就这几个贱奴 能坏我什么大事啊 公子 借一步说话 你这个小子 您看啊 这陆小花 虽然是个没出息的预备兵 但是大战在齐 你动了它 军队一定会严查 这一严查 恐怕就会牵连到您哪 那又如何 有我爹在 他们能奈我何 是 但您为了一个剑奴 得罪了军队 需要动用你爹的人际关系 这不划算啊 再说了 这一个剑奴 您什么时候处理都行 何必当着传令官的面 对不对 你说的 好像也有几分道理 来 来 真言 去 你 陆小花的罪 我可以感日再定 但这姑娘 我必须待送 公子 这姑娘可对您心中有恨呢 您把她留作枕边人 不怕她伺机报复吗 那 那我把她卖到窑子去 周公子 等等 俗话说有恩报恩 有怨报怨 这姑娘呢 对我家有恩 所以 阿渊也想报恩 陆妹妹 那你是想 我想代替这姑娘 陆渊 阿姐 好啊 这 这 此话当真 此话当真 不过 我有个条件 陆妹妹向来的情况 我自然是有求必应的 你说 我不能做妾 必须明媒正取 好 好 好 那 那我就明媒正取 公子 这里恐怕不太妥了 有什么不妥的 就这么说定了 不过 我也不是傻子 你说你要是跑了怎么办 不如这样吧 陆妹妹 在我娶你过门之前 你先跟我回府 怎么样 公子不安心 那我自然会让公子安心 但是阿渊有个条件 在未过门之前 公子必须以礼相待 好 我答应你 一言即出四马难追 那未来夫人 我们回府吧 阿渐 阿渐 你谁啊 你拦着我干吗 你阿渐让我们相信她 我们回去等消息 陆大哥 沈公子去穆监府附近打探消息 怎么还没回来啊 他让我等等 这等等等一点消息也没有 怎么等得下去啊 怎么样 诗经给我 诗经给我 诗经 可 脱 身 可脱身 你确定 我相信她 公子可真是疼夫人 为夫人在承袭打了一整套手势 夫人一定都没见过吧 小军 公子赏我的那个荷包 我给落在府上了 你能不能帮我去拿一下呀 可公子说了 要让我寸步不离地跟着夫人您 要不夫人您随我一起回去吧 小军 你以后会是一直跟着我的 如果这点事你都不帮我办的话 以后我还怎么用呢 对吧 好 好吧好吧 既然这点事你都不肯 那到时候我回府上 跟公子说道说道 没有没有 夫人你别生气 小军这就帮你去拿 那你快去吧 是 站住 来着何人 我叫陆渊 家住南梦湖 我有事情要禀明大人 放我进去 小村姑 这不是你能来的地方 大人 大人 您难道不想知道 鞠马案的真相吗 什么人在外面喧闹 让他进来 杰杜史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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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军马 不是在运送过程中死去的 而是被偷偷卖到了北列 你说什么 民女要状告本周目监 私犯军马通敌谋私 运马的老孙头都已经招供了 那些军马 就是因为他的饲养不周 脱水而死的 孙伯伯那是驱打成招 并非事实 你都知道什么 都说出来 目监私通北列 以一匹军马一百五十两的高价 卖给了北列 您看到的这些尸体 不过是用来充数的 根本不是军马 那些军马 被卖到了北列 正是 空口无凭 本官如何信你 这是目监给北列的亲笔回信 您只需要对比一下目监大人的笔迹 便可以一验真假 起来说话 多谢大人 这书信 你是从何得来的 我假借名义住在了目监府上 趁他们不备偷偷找到的 我知道这背后 官官相护层层包庇 您有所忌惮 您的美女理解 不 我只是在想 我为何会错杀一个好人 大人 我李庸 二十岁高中魁首 十年七千连月十几 时至近日 我心中的愿景始终没有变 我最恨的就是这帮国之助手 光光无礼 我李庸 绝不会让他们 毁了大圣 二十啊 这匹马 以后就归你了 你一定要好好努力 早日编入正式军哪 来了来了 这不是那个周家公子吗 活该 没想到不仅一日欺压我们 大战在即还同敌叛国 太过分了 小刀消息 听说那陆家姑娘 凭借义己之力打入了周府 混得如鱼灯水 不出半个月就找到了罪证 现在不仅全身而退 还把他们以锅端了 是吧 活该 就是 人在做天在看 真是报应了 阿姐 真的是阿姐 来 后发制人 府邸抽薪 都是你教我的 后之发先之治 此用兵之要术也 阿石当了兵 说话都不一样了 阿姐 识别三日 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 只会嚷嚷的阿石了 我现在马上进去了 走吧 看来你已经可以 独当一面了 都是沈公子教的好 有些话 终于有机会跟沈公子说了 沈公子还欠我最后一节课 我想 等这节课上完了以后 找一个 只有你我二人的地方 对你说 有 这最后一刻 便是断舍离了 什么是断舍离啊 我要走了 走 你要去哪儿啊 可能 回家乡吧 家乡 远吗 远 可能很久都不会再见 保重 书写的红颜 回眸浮流间 当千年尘延 我转身逆流而上 祝你的接盘 肆目那一车碰撞 历千年沧桑 奈何注定被遗忘 时间先缠绕 再也等候不得 小姐 别看了 人都已经走了 好 说不定 他还会回来 心里不相逢 几度我 或知你倔强 无惧世间风火乱 想着你风下 再握住你手掌 赴你情世荣光 这份情依旧痴 这份情依旧痴狂 几度相逢 几度我 扶去你泪光 从事后 从事后诗写不下 有我的学长 愿自情不沧桑 站在故事中长 再与你初见模样 陆阳 我 为什么 既然你也舍不得走 为什么不能留下 陆姑娘 有些事不能强求 如果我就要强求呢 没有结果的事 强求有什么意义 有些事并不是你想 就能如愿的 沈不言 沈不言 没有结果的 沈不言 你根本就不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 没有结果的 我们被困在一个 逆向的时空里了 雨在水中流 你说什么 是为业势头 缘起之变 缘起之变 这都好几天了 沈公子怎么还不行啊 沈公子怎么还不行啊 这人长得平平无奇的 也不知道小姐看上他什么 还没陆大哥长得好看 沈公子你醒了 我去找小姐 别去找他 可是小姐还在等你呢 我不能再辜负他了 沈公子 沈公子不会是有家事的人吧 沈不言 沈公子竟是如此懦弱之人 连当面告别都不敢吗 抱歉 陆姑娘 在下实在有要事在身 离数不周 还望陆姑娘不要见怪 沈不言你站住 那日你问我 如果知道一个人 十日后会死 你会选择告诉他吗 那我现在问问你 如果你十日后 都会跟自己喜欢的人分开 你是选择第一日便走 还是陪他度过剩下的九日 没有结果的 沈不言 缘起之变 缘起之变 沈公子 没事 我们十拿九稳 你放心吧 早些歇息 陆姑娘 沈公子 还有何话要说 晚安 晚安 沈不言 沈公子 沈公子竟是如此懦弱之人 连当面告别都不敢吗 抱歉陆姑娘 在下实在有要事在身 离数不周 还望陆姑娘不要见怪 沈不言你站住 那日你问我 那日你问我 如果知道一个人十日后会死 你会选择告诉他吗 那我现在问问你 如果你十日后 会跟自己喜欢的人分开 你是选择第一日便走 还是陪他度过剩下的九日 你会选择 早点走 分开的时候就不会痛苦了 可是你都没有尝试过 你怎么知道结果会是痛苦的 你不懂 你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 我尝试了太多办法 可命运总用各种方式和你作对 我也想留下来 可我又能留下来多久了 可越是这样 你越应该珍惜相处的每一刻 我出身低微 也没有太多舍蚂 直到遇见了那样一个人 是他教会了我很多 闻所未闻的东西 告诉我南梦湖之外 还有广阔的世界 我宁愿承受失去的痛苦 也不愿意一辈子麻木不仁 和你拥有一段温暖的回忆 对我来说 已经是一种幸运了 我带预认你 无论长久或短暂 我都会好好珍惜和你在一起的 每一寸光业 每一寸光业 陆渊 你随我来一下 可是我还没收完衣服呢 先别瘦了 你看 你看 空虹 你从哪儿弄的呀 买的呗 那么上还是偷的呀 你什么时候买的呀 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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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我怎么没看见 那你看到了还能是惊喜吗 吃你花了不少银两吧 没事 我拿用不着的东西换的 我一江玉佩舍弃 我一江玉佩舍弃 会不会 就能一直留在你身边了 小姐 你再给沈公子做衣服啊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不要叫我小姐 我们是一家人 不是主播关系 你就让我叫吧 小姐与我有大恩 不叫我心里过意不去 睡了吗 请进 我看你们屋里灯还亮着 想来时还没睡 所以想过来说声晚安 晚安 陆姑娘 晚安 晚安 乙华 沈公子 这再见晚安病可真病得不轻啊 不过这再见晚安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他跟我说这表达的呢 是一种礼仪 是对一个人表示真实 就是听起来有点奇怪 再见 晚安 周大哥 爸 你练得这么好 怎么满面重容的 练得好又有什么用 我在玉卫营表现得再好 她们一看到我的脸 就只会嘲笑我 难道我就要做一辈子陆小花吗 以貌取人的家伙 都是自己没本事 你做自己就好 不要跟他们计较 哪怕我不跟他们计较 这日后上了战场 敌人看到我的脸 恐怕也不会有丝毫的畏惧 只会嘲笑我 嘲笑我 拿我的脸 当做他们鼓舞士气的工具 要不你就这样 只露一双眼睛 意骑绝尘 谁啊 不过这样的话你就没有手拿兵器了 要不这样 好 好 好 正年一点 明白吗 好 再凶一点 眉头再皱一点 要像虎豹一样 好 我 我 好 好 我 我 是我 一华 那个 我得去军营训练了 再见 再见 我每天都会和陆渊道一声再见 晚安 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 又会突然离开 这琴瑟和明 会戛然而止 原来你不仅会空喉 还会这么多 这个呢是我阿爹教我的 从那个时候我就喜欢上了音乐 在音乐里面 我能找寻到最简单的快乐 不只是空喉 哪怕是一片树叶 一些碗筷 但更重要的 是要有人能听懂他的声音 我听懂吗 你别光顾这话了 快快快 青菜窝窝头 快尝尝 这是什么呀 这是地窖 地窖 对 你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坑 用来储存食物的 这样应季的蔬果 能放上好几个月呢 你的意思是说 这些蔬菜能在地窖里 从秋天放到来年的春天 没错 那太好了 那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把秋天的蔬果 拿到集市上卖 就能卖个好价钱 对吧 你真是掉前眼里了你 好疼啊 地窖是为了过冬 现在是春天 你急什么呀 当然急啊 我的梦想就是要赚好多好多的银两 这世界上 有什么比赚钱更重要的呢 对吧 我们有了钱 才能更好的生活呀 对了 我要去山上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君子好货 努力赚钱 全部都存起来 我走了 我陪你一块去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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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在那好好弄你的地窖 这样我能多存点东西 还有 窝窝头和青菜 别忘了吃啊 别浪费 再见 什么 没事 我真希望自己忘掉 对这段历史的所有记忆 不知未来 才能过好当下吗 陆家有人在吗 有 来了 火风宝的信 火风宝 驾 驾 小姐 火风宝来的信 我不敢打开 是不是陆大哥他 写的什么 前线形势不妙 火风宝恐怕不日将会沦陷 美安王不愿离开 打算死守 若真的失守 琉璃谷将会成为前线战场 那怎么办 把家中值钱的东西拿去当劳 以备不时之许 好 这能换吗 这能换吗 我不换 不说不说 你无还我 谢谢殿教 您好 请问这根单子能换多少银 姑娘 现在就要打仗了 哪儿还有银子换 都留着准备淘淡了 多谢 不好意思殿家 这块玉佩是不久之前一位公子在您这儿换的吗 是啊 他从我这儿换了一件空虎 这些给我换回来的吗 小姐 你这没换到银子 怎么还倒贴一包首饰啊 你这一只不在 你就是找到沐监贪污罪证的陆渊姑娘吧 是我 你是 李节度士派我来找你 跟我走一趟吧 李节度士 小姐 一华 你先回去等我 是啊 参见李节度士 人都到齐了 好 你们三人 你们三人是我们乡里最善演奏的 可知我招你们前来 所为何事 军爷们想听什么曲啊 我们可为军爷们解乏 你呢 只要杰都士喜欢 妾身愿意日日来军中演奏 陆姑娘 你呢 我的想法不同 但是不一定对 但是我无妨 家帝来信 说火风暴不日就会沦陷 所以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守住琉璃谷 堵住北列进入江都的必经之路 这样能够守住更多的城池 你们二位先下去吧 超哥 加上 接着说 传门北列人每每占据城池 都会让乐师奏乐 为军中士兵鼓舞士气 修养解法 你们需要找的是能够以身犯陷 打入北列内部 获取情报的人 不错 听说你擅奏空侯 那你可愿意 担此重任 我回来了 陆渊 陆渊 你可知此去九死一生 一旦暴露北利人的手段 我知道 但是南蒙湖是我的家 我又怎能置身事丸 不过节度使大人 我还有一事相求 说 可容我片刻 与家人告别 可以 但只有一个时辰 阿石 阿石 你怎么回来了 我马上就要上前线了 今中许我 回来家中告别 别人家总希望自己的孩子成才 可阿爷 反倒希望你们准一点 笨一点 阿爷 我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们都有很多大道理 可阿爷 可阿爷是个俗人 什么江山哪 黎明百姓可 阿爷不在乎这些 阿爷只在乎自己的孩子 都能平平安安啊 阿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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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阿爷也明白 你们长大了 阿爷 不能这么自私 不能因为害怕丢了你们 就让你们丢了自己 你们想做什么事 撒开手去做吧 别担心阿爷 阿爷现在身体 还硬朗着呢 再不急啊 义华姑娘也会帮我照顾得很好的 没什么 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老师 陆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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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不言 你回来了 我备了些菜 回去做给你吃 你 你在哪儿拿的这预备 我在集市上看到的 我想你把它卖掉 是想给我换一架空猴 这个玉佩对你来说 意义很重要吧 我要去一个地方 今日就得走 所以没有办法和你一起吃晚饭 但不会让你等太久的 一片叶 我想把它送给你 一世绝变 凝望着 你背影 不忘却 不会见证那一刻 才能逃出因果 有一肆擦肩过 靠着千言则肠 我从心来看不破 不会一生那一刻 才将你收紧我 一滴泪雪花落 成就是此若是错 我是有一个人 你能逃到我 我才能逃到我 你能逃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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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逃到我 你能逃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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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不是她 我也不会遇见你 那 这算是我们之间的信物吗 算 有她在 我就会一直陪着你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见 再见 你要等我回来 一定要等我回来 再见 再见 沈不言 快看看 我今天采了多少君子 天天吃君子 就不能采点别的吗 怎么 先家常菜寡淡了 想吃宫廷宴席了 可到了宫里 我吃的还是家常菜啊 吃什么牛啊 你什么我吃的 南门湖仿佛 我还回荡着千年前的欢声笑语 可我一回首 眼前却只剩今朝残养 那会玉佩辗转千年 来到我的手中 我又亲手将她送给了陆远 啊 完成这因果之环了 难道就是此行的全部意义吗 被列入侵的那个黄昏 元启之变的那个夜晚 便是你我的开端和结局吗 沈先生 当真这么认为吗 你是卖我玉佩的那个老人家 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不江州市的新政策 景区又让摆摊了 我当然也就回来了 我是说那块玉佩 我不是提醒过你吗 美玉可凝神静致 那残缺的玉啊 只怕为你屠天烦恼 可我看你好像也不在乎啊 您是从哪儿得到的那块玉啊 这块玉是我祖上传下来的 说是要交到一个 叫沈不严的人手里 祖祖辈辈啊 都没有等到这个人 没成想被我等到了 那您的祖上是陆渊 他不是死在元启之变了吗 我的祖上并不是陆渊 但他也并未死在元启之变 好 杨将军 我们若再不进去 皇后娘娘恐有性命之忧啊 我比你更急 但 现在还不是时候 这一切 这一切 皆因你而起 当初若没有你 花园又怎会与我反目成仇 就我现在准备配合小皇子 杀 杀 母后 这神救救 母后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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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圣城防都被调包了 陆渊中间 本就是计谋中的一环 陆渊 准备 神不焉 从你突然消失的那个雨夜开始 我似乎 就将自己的心封存起来 我尝试变得坚强 可一次次希望 总是一次次幻灭 我越来越笃定 一切已成定局 无从更改 你口中 缘起之变的那个夜晚 我真的会命丧礼拥之手吗 可当那一天真的到来 望着你出不可及的脸庞 我又想起了往事 是你告诉我 被欺负就要反抗 是你指引我 要坚定选择自己的道路 是你 一直在和命运抗争 哪怕一次次希望 一次次幻灭 我才回过神来 发现真正的坚强 并不是封存自己的希望 并不是封存自己的希望 又或许 又或许 我其实 从未真正封存过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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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一华 我们成功了吗 羊将军 小姐 小姐 拼准你 你 遵命 报 余文都尉 不好了 说 承方图是假的 我们中了阳城的埋伏 现在节节败退 马上就要顶不住了 什么 岂有此理 李勇 我们这么信任你 你居然出卖我们 不可能 我亲眼看见李丞相 从御书房拿出尘封图 怎会有假 若是假的 那是皇后 又怎会如此大动尴尬 赵棋龙 你个蠢户 李勇根本就没打算 和我们合作 一切都是他的计谋 你让开 不可能 不可能 难道你也想叛国吗 李勇 你说话呀 李勇 你说 你是直接跟我们合作的 是不是 你不知道承方图是假的 是不是你说 原来是那个孩子 你说什么 什么孩子 不 那是 你 看 我 要 都在胡言乱语 来人 把他给我压下去 严加拷问 得裂蛮子 我李庸二十岁高中魁首 十年七千 连月十几 当海寇 平山匪 谋以定国 你当真以为 我会投敌叛国 告诉你们 我生是圣国人 死是圣国鬼 我才是圣国 最大的功臣 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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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令下去 将李庸的尸体 调到前行去示威 是 没想到李庸的贤相之名 是这么来的 现在你明白了吧 你当下看到的一切 写多是说法 不一定是事实 可书中写着 陆渊死在了元启之变 要不你再看看 回复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别忘了 这本书是谁写的 是我写的 是啊 自始至终 都只是你自己的想法和说法在变罢了 现在你明白了吧 原来陆渊的命运从未被改变过 他没有死在元启之变 所以他依然是暮念之职 被圣武帝楚同常 以妖后之名除去 对吗 没错 可圣武帝楚同常 应该知道陆渊是什么样的人 他为什么这么做 圣武帝又何尝不知 所谓妖后 不过都是世人 对他母后的偏见罢了 您 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我的祖上就是楚同常 我的祖上就是楚同常 是九国乱世中 一统天下的帝王 那他到底为什么 沈先生 有些事 得要你自己去找答案 你经历了这么多 难道还相信别人的说法吗 你当委的化特磁 你是否就这么强 不许多多多多多人 是一个人的 是什么事 和你自己去 你国家得及我 那身不平 你 voter 你老是吧 你爱你 你也不相信你 你负责令你 就算我 你一个人 那我看你 你应该twold你 在你 我老是你 你也不要 我知道 你是又想他了 我还会再见到他吗 每个上次日 您都在这里等他 可元启十五年的那个夜晚 您就已经知道答案了 不是吗 可我还想告诉他 我还活着 我每天 每时 每刻 都在想着他 你说他 还会念着我吗 小姐 我相信 心成则灵 孙先生 你真的不许个愿望 补员一次 最新消息 江州市南梦湖景区 发现一座古墓 现场专家初步推断 这座古墓很可能来自九国时期 由于史料匮乏 九国时期一直是一段 扑朔迷离的混乱岁月 此次考古发掘 或将解密诸多尘封的历史真相 初同长按照陆渊的意愿 将他安葬在了南梦湖 随他下葬的 还有一封为他平反的诏书 如今我终于知道 原来在你生命结束的那一刻 才是我第一次见到你 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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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你 原谅我陌生的眼光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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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臣可以说服百姓 为您证明 您不必这样做 儿臣 也能开创一个太平盛世 通常 可是大晟这么多年的泪弱 是需要一个说辞的 除掉妖后是民心所想 这样百姓 才会期待即将到来的光明 儿臣光明 母后 相信你能做到 可是这么对你 太不公勿 这么多年 都是您才为大声操劳 同常 你要记住你的名字 岂约无依 与子同常 你要永远站在百姓的这一天 做一个体恤民生的绝望 而我的是非共国 自有后人评书 傷惊 抓到百姓那边 妖 deliberately 陆渊 我会花毕生时间 去研究这些新的史料 向世人还原一个最真实的九国时代 为你们证明 待会儿帮我在这儿拍张照 这不是那个妖后路什么的 不是都已经证实了不是妖后吗 你有没有开心啊 你也好看啊 看得多 这弦怎么是断的啊 好像专家说 他入土的时候就是断的 真的假的 对啊 怎么就这样 太奇怪了 真的多 太可惜了 是断的信息了 真是断的 最近有个二孤主解说 说什么完好不缺的只是物件 断的行为才是故事 可没有什么事情 断的行为还挺棒的 真是断的 真是断的 你的弦外之音太隐晦了 比咱们的密码本还隐晦 对 后人听不明白啊 不明白又如何 有一人懂便足矣 我也不懂 不如你讲给我听吧 我 想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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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陆渊 你叫我什么 陆渊 你不是陆渊 不是 我是陆家丫头 陆家丫头 那你是不是有个阿弟 叫陆石 不是不是 我阿弟他叫陆家小子 都是你阿爷的主意吧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阿爷只希望你们是南梦湖野生野长的奴鸣小儿 不登奴级 不识兵各 所以瞒报了幸运吧 阿姨 你身上穿的这些都是什么呀 阿姨 干嘛 你都有白头发了 南木城 我还要叫你哥哥 什么 我帮你拔了吧 你看 不过你也用不着羡慕我 我很快也会长大的 我阿爷说 等这颗小树苗长高了 我就长大了 我长大了 我阿爹也就回来了 天色不早了 水也浇完了 你家不远 我送你回去吧 你怎么知道不远 你去过吗 你才多大 能走多远 那好吧 正好我阿爷还等着我吃饭呢 我可不能让他担心了 走吧 对了 阿淑 你去过江都吗 去过 那你去过皇宫吗 去过 那你见过皇上吗 也见过 不过不是现在这个皇上 那你能不能帮我温温皇上 什么时候才能不打仗呀 如果不打仗的话 爹爹就能一直陪着我们了 我也不用每天都来浇水了 在不久的将来 圣国的本性 会因为你 过上太平的日子 我 那我该怎么做 你不需要听任何人的 爱你所爱之人 做你想做之事 终有一天你想要的都会实现 要知道 温的本意 是英语 真的吗 我还以为是纸渊呢 真的 你不需要那根线 所以你小丫头 你可能要自己走回去了 你可能要自己走回去了 我还会再见到你呢 会的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阿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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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要我 会的 阿淑 你可能要你 SS 咸 阿淑 阿淑 乘 你不需要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